小子华已经成为国安的问题 要怎么让年轻人婚姻有信心 这一部应该做幸福感 可以以致命这家的台独去面对带牧小孩 是一个重要的科技 管理是一个富裕专科病院 因此全世界唯一 在日本三立友公司受伴的 Hello Kitty病院 在12号欢迎23回生日 邀请900位在这里出事的孩子 中会这个Hello Kitty存保 这会应该后悠悠着死呆 四名虚拐 看到Hello Kitty的孩子真理会中 不只是小朋友 连大人也讨不得拿去手机子来吹响 面前手上生日快乐的歌 台湾出事率级 小子华已经成为国安的问题 要怎么让年轻人时代对婚姻有幸福感 可以以致命离车这家的台独去面对谁又后一带 我年轻一间富裕专科病院 因此全世界唯一在到日本三立友公司受伴的Hello Kitty 在以后寄行刑作23回生日 中百位在这里出事的小宝宝 等会参加Hello Kitty城堡 作为人接后悠悠着死呆 因为医生也感谢政府 让大家看到走出的机会 他也让北部要积极正向看他的小孩子 大家再会来讲解小主化的问题 当初我们医院的成立的科别 就是以妇产科以接生为主 那因为一般医院 一般我们讲生老病死 医院没有人希望说生病越来越多的 但是我们希望越生越多越好 我们希望没有人希望生病越少越好 但是出生化越多越好 那在这个基于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在地的相信一个 最温馨最幸福最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引进了这个Hello Kitty 免费的提供我们这个良好的一个环境 很多人原来不想怀孕的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看到这么多的这个粉色 这么多的这个彩色 都蒙起说应该要生一个 享受这种幸福快乐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生产这个是不 岁月是年龄虽然不是惩罚 但是岁月是残酷的 有的时候我们从青春期到更年期 我们能够最好的育营的 就是适合生产的年龄 就是我们最珍贵的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那因为现在人的社会的一个变化 有的时候因为各种因素的关系 有时候在生育计划之后就慢慢的往后挪 那其实这是很可惜 如果你有很好的这个家庭计划 有很好的这个人生规划 你应该是尽早的这个怀孕 那少子化的这个问题 很多人其实他就是因为没有看到 生完小孩快乐的一面 他不晓得生完小孩其实有很多 人生很多幸福快乐的一面 他没有看到 那我们医院就是基于这个来传递这样的一个讯息 创意中也表示 小组化的问题非常複雅 照他的观察 为其婚姻并不是只贪贵贪贪贪贪贪贪的问题 是阿婆在面对婚姻科研的时候 可以用这边这些台独去面对 我二十年前二十多年前回到园林的开业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一年生三十五万个 对我一个月刚刚一个新到新回来 我们家乡的一个一个医师 我那时候生产数有时候 在前几年的话有时候一个月会有一百多个 对那其他的院所更多了 那这几年的确我们到了去年 全台湾的出生人数大概只降到十四万 这个简直是打对折又再打一点折扣 那这个少子化的一个趋势 其实也是全世界一个趋势 那我们当然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 但是在我的眼中 在我一个接生者的眼中 我还是觉得说 我们还是不断的去鼓励我们的产妇 能够享受 能够看到我们能够怀孕生产的一个快乐的地方 一个美的地方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生不是只有 我们都只有想到说钱不够怎么办的问题 其实还是有很多很美的东西 你不需要花很多钱 你还是可以去感受得到 透过厚劳去提起婚姻坐 可以为小孩的妈妈带来武汉的幸福感 这也是用钱买不到的 婚姻跟小孩有很多所谓的地方 如果是能够吃民 这家就去面对婚姻跟小孩 就能够发现人生有不安的可能 新中华新闻北边林婉林 蔡凤博德 阿娜 冠洛